字幕志愿者 我们迎接挑战 我们收获有益 我们实现超越 我们记录成长 大家好 欢迎收看新一期的 英雄初少年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金豆哥哥 我是雪柳姐姐 那今天大家看见了没有 还有一只可爱的大熊猫 好可爱呀 好可爱呀 第一期间的小朋友们 是不是也想摸一摸它呀 你们是不是有问题 为什么会有大熊猫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对呀 因为今天我们来到的 就是成都市成华区 熊猫广场 新一期的儿童平行车的竞技比赛 将会从这里开始 位于成都市成华区的 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 是我国乃至全球知名的 大熊猫等珍稀 宾威野生动物保护研究机构 这里有大熊猫博物馆 科学探秘馆 熊猫产房等等 是我国签地保护工程的 重要研究基地之一 那在我们每一期节目当中呢 我们都会邀请两名专业的儿童平行车教练 他们将在赛前对小骑手们进行一系列非常专业又非常有趣的赛前培训 好了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初冬的成都 早晨也是很冷的 可丝毫不影响孩子们对平行车的热情 穿好护具 戴好头盔 爸爸妈妈们帮助孩子们贴好号牌 检查好比赛用车 孩子们就开始进入赛前热身训练了 很多孩子在过往的比赛中就相互认识熟悉 他们既是朋友 也是战友和对手 此刻他们欢笑打闹着一起训练 相互鼓励给彼此加油打气 训练赛一共分为三个部分 轮胎障碍体能测试赛 平衡车直线加速赛 八字绕弯技巧赛 三二一走 对 跳起来 对没关系 对 轮胎障碍体能测试 在锻炼小朋友们平衡速度和身体协调性的同时 也可以锻炼小朋友们勇敢坚持不放弃的品格 在训练选水麻赛的时候 我们的五号小朋友王俊哲不慎扭上了左脚 勇敢的小男孩不仅不哭不闹 还坚定的拒绝了教练让他放弃比赛好好休息的建议 可能今天崴脚可能有点原因吧 就是说崴脚过后 作为家长来说第一肯定是心疼孩子 不让他骑车肯定是他绝对是不同意的 他就是脚崴了我们也跟着看他看别人训练呀 他坐着轮椅都跟着跟着别人一起训练 直线加速赛主要是锻炼小朋友们的起步 加速 稳定 控制身体平衡的能力 八个绕弯技巧赛 多样变化的场地除了能给孩子们带来更多的骑行乐趣 也能让孩子们更多的去展现自我 增加信心 享受比赛带来的快乐 特别我觉得意志力的培养的话 我觉得平衡车跌倒了又爬起 跌倒了又爬起 这个对他来说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成长 不希望他有多大成就 只希望他在进步之中 在成都的平衡车小骑手圈子里 年仅五岁的女孩小贝拉可谓家喻户晓 小小年纪已经把平衡车玩得有声有色 三岁开始父亲就带着小贝拉参加世界各地的比赛 跟男孩子一个组去挑战男孩子 有些 因为贝拉她的身材 其实在这个平衡车圈不好 不算高不算壮 所以说有些一米二级的孩子 站到她旁边也会觉得她特别娇小 让她冲出去努力拼搏的样子 确实很感动 其实她们还是在幼儿园 只是个幼儿园的小朋友 还在喝奶 对 说话奶生奶气的 这是很正常的 对不对 戴上头盔了就觉得她非常坚强 对 像个小运动员 她只要一上场 她自己心目中的目标就是拉前三以上 我是贝拉 我今天最想拉第一 我今天想要我会努力的 我要加油拉第一 没有我三个马就跑出来 祝他们 肯定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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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萌萌 我姐都要做第一 但是一定要做自己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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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多 加油 我相信你 哥哥 曾祁余 加油 老子爷 加油 妈妈 伟姻 加油 期待你绝下午的比赛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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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 我们的小伙伴 经过了我们的训练和选拔 现在世界非常的高涨 到底有哪些可爱的小鸡手 可以顺利地进入到 我们的正式比赛当中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可以看得出来啊 我们的选拔呢是非常的有意思 充满了同心同虚 是的 还有我们的两位教练呢 又是那么的严格 在这里呢要特别的恭喜 进入到我们正式比赛当中的 小鸡手 加油 加油 要努力了 今天的比赛一定会非常的好看 是的 在这里呢 真的是非常的期待啊 小朋友们一定要好好表现哦 比赛环节分为竞速赛 障碍赛 团体接力赛 小鸡手们分为 红队和绿队两支队伍 三轮比赛后 获得两轮胜利的队伍 将获得比赛的总冠军 小鸡手们做好准备了吗 好 马上开始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环节 那就是竞速赛 竞速赛比赛规则 红队和绿队分三轮进行比赛 每轮比赛各队分别派出三名小棋手 按照积分制 一名获得六分 第二名得五分 依次排列 竞速赛三轮比赛过后 获得总分最高的队伍 赢得竞速赛的胜利 好了 那么在我们的比赛开始之前 为大家要先来介绍一下 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两位 特约解说员 国家健将级运动员李晶晶 欢迎 欢迎 还有一位是自行车解说员孟子柯 欢迎二位 我相信小朋友的热情 一定能够点燃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 以及我们观众席 还能听到家长慈禧符歌的呐喊声 相信在阴冷的天气 家长的助威和呐喊 一定可以给孩子带来更多更多的力量 是的 没错 那我们也是看到所有的家长 也是准备就绪 那么所有的孩子也是来到出发点 去世待发 让我们期待今天精彩的比赛 第一轮的竞速赛 现在马上就要开始了 双方的队员又已经做好了准备 来问一下小朋友 有没有听到爸爸妈妈在那边为你们加油 有没有听到 那你们要不要加油 加油 好 来问一下我们的安教练 第一轮我们红队派出的哪三位小棋手 这边我们派出的是我们7号的冠军选手可可 可可来和大家打个招呼 打个招呼 冠军选手 来 我们第二位 这也是我们的3号选手贝拉 贝拉 也是冠军女小学生 呦 实力都那么强 对 我们第三位 第三位是我们陈卓冷静的硕硕 陈卓冷静 你看现在面无表情 我来问一下我们绿队的教练 这边派出了好几位冠军选手 我们如何应战 我们使用战术 我们派出的是我们的萌娃三人组 对 萌娃三人组 萌娃三人组很小 对 我们的14号小左妹 小左妹和大家打个招呼 看前面 对 然后我们的19号巴金 巴金 打个招呼 看前面 对 就完全他们都不带状态 年龄就很小 对 还有我们的21号 九妹小朋友 哎呀 我知道有一首歌唱的就是你 九妹 九妹 怎么唱 你大点声我知道你会唱 九妹 九妹 漂亮的妹妹 哎呦 太好玩了 漂亮的妹妹 漂亮的小萌娃 和我们的冠军组合 他们第一轮的竞速赛 将会带给我们大家 什么样的视觉冲击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 来 宝贝们 到我们的出发台做准备 所有的选手已经准备就绪啊 我们看一下 好 出发音响起 三号采用的是战略式出发 七号他们俩并驾齐驱 进入了弯道 看到三号啊 非常非常的快 非常的好啊 哇 四号一下是把这个雪糕头给撞倒了 我们看三号和七号的距离还是非常近啊 是的 两个人是 车位卡得非常紧 内侧弯道还没有完成超越 七号还在追 还在追 是的啊 没有拉开特别大的差距啊 所以这两组 两个选手的水平啊 是非常的相当的 弯道也是非常的漂亮 是的 到了我们最后两个直道 好 弯道的换转 看到任雨晴啊 确实在角度方面走得非常的好啊 所以在进入出弯道的时候啊 速度非常的快 看任雨晴现在来到直线加速 没问题 非常非常的快 这一组也是我们的女将获胜啊 是的 没错 嗯 对 整个比赛出发 我们也着重的说一下 我们的三号和七号小朋友 其实在出发的时候 两个人都是采取了战力式出发 呃 经过了几个转弯之后 三号的贝拉小朋友 还是把自己的领先优势进一步扩大 最后也是非常顺利 且毫无悬念的第一名抵达了终点 竞速赛第一轮比赛结束后 红队获得15分 绿队获得6分 红队暂时里先 他今天表现吧 好厉害啊 所以接下来不是没有反超的机会的 绿点的小朋友也要加油了 我们一起期待孩子们更加精彩的表现 第二组参加竞速赛的小棋手 现在都在我们的面前一直排开 这一次研究教练 我们派出的好像也是小萌娃 对 这是我们八号小选手 多多 来给大家打个招呼 多多 来给大家打个招呼 这是我们十号丸子 还有我们最后一位 九号小棋手 来 九号天哥 我们的小棋教练 帮我们介绍一下 好 这位是我们的小美女战士 二十二号的依依 好 我们的十五号开开 我们的实力担当 实力担当开开 对 还有我们的二十号 谢宁萧也是实力担当 对 我们最大的一个小棋手 来 小选手听我的考令 请上我们的出发台 我们看六位小车手已经到出发区做准备 目前来看 绿队应该有三位小车手 都是采取战力式出发 好 股赛开始 好 绿队的三个小朋友 应该是几大围棋 哇 这个二十二号 差点被挤摔倒了 但是没有问题 马上的是调整好状态 那么现在八号的杨子晨 是排在了第一位 九号庞子萱是紧紧跟随 那么现在目前来说 三个红队的成员 是排在了前三位 绿队还在追 绿队还在追 好 已经利用了一个内侧弯道 能够超到第三名 好 又一个内侧弯道 完成了第二次超越 现在距离第一名 还有两个车位 哇 这个弯道 又追回了一个车位 非常非常激烈啊 我相信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哇 可以再次的超越吗 我们看一下 这次应该是被甩到了 外侧的弯道上 还有机会啊 因为我们最后 还有两个弯道的转弯 加油 加油 非常的快啊 起步非常快 在最后一个弯道 完成了超越 也是为绿队拿下了一个六分的击分啊 哇 非常的精彩啊 22号何嘉一 在整个比赛过程当中 表现出了真的是非常专业的一个水平啊 他在所有的切弯入弯的时候 都是一个最佳的一个角度进的弯 然后出弯过以后马上是提速啊 所以这个整个的状态是非常的好啊 所以在比赛过程中 从第四位直接追到了第一位 这个是让人非常的觉得惊讶的一件事情 竞速赛第二轮比赛结束后 红队累计得分27分 绿队累计得分15分 红队继续扩大领先优势 谁是第一名 我 其实是他 他最后啊就反超了 多多前面一直领先 后来 哎 后来你是怎么超过他的呀 我最近小弯就超过他了 就最后那个弯 绕了一个小弯就超过他了 是不是啊 一群四岁左右的小朋友 能够勇敢地站上我们的赛道 在我的心目当中 他们都是最了不起的 比较激动吧 跑到倒数第二的超过了 还是比较努力了 没有怕 从倒数第二变成了第一名 嗯 太厉害了 还有姑姑掌 那第一轮呢 现在红队是提前锁定了胜局 但我相信绿队的小朋友 也一定不会放弃 不会放松的 我们一起给小朋友们加油 加油 加油 第三位的话 我们派出的是 实力与明知担当的一号 照相机 最后出场的是十一号 也是一样的 是叫千千 大家好 我今年三岁 第三位是五号 开心 对 我觉得看过去 这边好像比这边 又放大了一点点 对 因为我觉得在 比如说这个项目当中 我也是 大几个月 其实这个水平就会差很多 会 所以说我们这次派出的这几位 那我们现在的十六号 是我们的最奇幼 果果小朋友 然后我们的十七号 羊羊小朋友 然后我们现在的十八号 小美女 悠悠小朋友 来 第三轮的比拼呢 马上就要开始了 来我们的小鸡手 做好准备 绿队这一轮应该是要为荣誉而战了 因为可能就算他们拿下前三名的积分 也没有办法再竞速在这一轮取得胜利 好 没有问题 出发也没有发生摔车 都非常顺利 看一号和五号 我们看五号选手 黄俊哲是一下子通到了第一位 一号赵紫园也是紧随其后 哇我们看这个弯道上面啊 聚集了很多的孩子 我们看啊 他的刹车还是带的有点多 是 现在第一名和第二名的位置就拉开了 好难 我们看到十七号 张承熙呢也是排在了第三位 我看啊 我们关注一下十六号小学生 他现在是本场比赛的第六名 但是他转弯技巧还是做得非常认真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去 学习的一个地方 好 我们看到充现的第一位啊 是王俊哲 值得一提的是啊 王俊哲在这个今天训练的过程当中 是出现了崴脚的情况 其实他是带伤上的 但是并没有影响他的速度 还是跑在了第一位 真的是非常的精彩 竞速赛第三轮比赛结束后 红队获得总分40分 绿队获得总分23分 红队获得竞速赛比赛的胜利 你刚才看到烟花了吗 看到了就是有点一些很大的火在我旁边脸色烧起来 然后我从中间冲过去那种感觉爽不爽 是吧 好好玩也 好好玩啊 刚刚刚知道咱们5号今天其实是受伤了 是吧 脚崴了 妈妈刚才都一直没有提啊 男子汉嘛 勇敢 小伤小痛不算什么 17号的爸爸刚才是喊的声嘶力竭啊 非常的用力气 觉得孩子怎么样表现 今天表现 今天表现其实我不满意 但是呢 还是要表明一下 刚刚上赛场之前 他还在哭 给我说啊 我想睡觉 没有精神 感觉今天整个比赛都不在状态 能够跑完全场 还是很不错的 第一轮比赛结束后 孩子们从备赛区回到休息区 和家长们会合修整 接下来的比赛是障碍赛 家长们开始给孩子们加油打气 我要补出能量是不是啊 奥特曼补出能量是不是 能量 有能量了没有 能跑跑了没有 加油好不好 能量 大力神的奖励是不是 有 有 有 你努力了就有 努力了就有好不好 那你努力了没有 努力了 好到很努力了就好 那现在觉得脚还疼吗 你拿两个第一我才觉得 拿两个第一 那下一轮我们也就要拿第一好不好 加油 加油 开心 来 谢谢 好 现在来说一说有没有 好 接下来我们的小棋手将会依次的登场进行一对一的较量了 是的 都说这个障碍赛是竞速赛的升级版 哎呀 有没有加油了 我特别的期待小朋友一定要好好表现 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关的较量 那就是障碍赛 障碍赛比赛 得障碍赛的胜利 马上要开始的就是障碍赛了 家长们也看见了啊 在我们赛道里头呢 我们在起点处布置了一堆轮胎 小朋友们先要跨越过轮胎 然后拿上车以后再进入正式的骑行赛道 在赛道里面还有两个波浪道 哎 所以我们真的是难度升级了 希望小朋友们都能有精彩的表现 障碍赛即将开战 接下来是我们的红队还有我们的绿队 一对一进行对抗的时间 我们可以看到双方派出的队员是我们的10号 还有我们的22号 来问一下两位教练为什么要派他们 因为10号作为我们队当中算是他的协调小能手 我们虽然说胜负不重要 但是我们也会尽全力去争取每一次的胜利 没错 心态非常的重要 而且我们可以发现在这个赛场当中 我们加入了两个障碍 一个是轮胎阵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波浪板 那么教练说过了我们的10号小选手 协调性比较好 所以派他打头阵 你要加油 小七教练 我们绿队为什么要派22号小选手 因为22号小选手是我们队伍的实力担当 因为第一轮我们输了 虽然说有一第一比赛第二 但是我们还是要争取一下 而且我们也发现22号选手 也是在第一轮当中实现反超的那位小姑娘 对 很棒 实力很强劲 两位小选手请上出发台 加油 两个小朋友看也是在出发区做好了准备 叙事待发 好 22号出发非常快 轮胎区也非常的顺利 是的 哎呦 我们看到的确是啊 我们从这个轮胎上下来以后呢 这个重心有点不太稳 但是没有问题啊 这个时间还是有的 然后22号现在是首先的出发 非常的顺畅 踏灯还是非常果断啊 是的 我们看他踏灯非常的干净 看到来到了S弯 非常顺畅的就通过了 继续往前冲 加油加油 我们看啊 他的弯道采用的是大进小出的弯道 所以也是会非常的流畅 哇 非常的厉害啊 那我们看他真的是行云流水啊 OK 现在进入到我们的第一个波浪道区 好 波浪道区还是有一点减速了 是的 但是因为有很大的一个优势啊 比较这个稳当一些 对 我们S弯区也是非常的顺利 现在进入到我们第二个波浪道区 没问题 最后一个直到冲刺 非常地快啊 最后的冲刺 好 冲刺的步频还是非常的好 他的践踏的体能应该是非常的充沛 是的 我们也为我们的10号小朋友加油 虽然是落后的比较多啊 但是并没有放弃比赛 也是用尽了全力 加油冲刺 来到最后的执刀 冲刺做得非常的好 观众时的家长一直在为他鼓励 那我们也看到啊 刚才在出发的时候啊 也是我们所担心的一个问题啊 就是孩子在这个跨越轮胎区域的时候呢 是平衡很难掌握 当他到了这个车子的地方呢 有一些稍微的紧张了啊 所以呢 重心没掌握好 稍微摔了一下 但是并没有影响最后的结果 丸子小朋友你知道吗 刚才你在没回来之前啊 22号就说你也是最棒的 他给了你很大的鼓励 你要对他说什么呀 谢谢 谢谢你们俩抱一抱好不好 觉得孩子表现得怎么样 还可以吧 摔跤了 马上爬起来继续往前跑 嗯 还是挺满意的 障碍赛第一轮比赛 绿队齐开得胜 以1比0的比分领先红队 双方第二轮的障碍赛呢 即将开战 双方派出的是 我们的芊芊还有我们的开开 两位可爱的小朋友 在我的身边已经做好了准备 教练为什么要派他们二位出场 芊芊呢作为我们这边 最坚强的孩子 就是你看她身体都很壮实 就是她是不怕困难 不怕挫折的这种小型状 而且是很皮的一位小朋友哦 哈哈哈哈 有这门事就趴到我们镜头前去看一看啊 我们这边为什么要派开开 因为开开呢 是一个很努力的小朋友 虽然说她的成绩不是特别的初衷 但是她每一次都努力 所以就令她出场了 任何事情啊最怕认真二字 我相信两位小伙伴一定会表现非常的精彩 此时在我们的对面 家长又响起了热力的加油箱 张子谦 郑爱赛是你的落相 但是我相信你可以的 你绝对可以的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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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开开 向前冲冲冲加油 两位请上出发台 加油 好的我们现在马上进入第二轮的比赛 比赛开始 绿队的小朋友 跑的还是非常快啊 看红队在轮胎区发生了一点意外 没有关系 15号是首先出发 也是率先拿到了她的赛车 A侧弯道没问题 弯道外侧起脚非常的快 我们看啊 11号可能怕灯还是有一点犹豫 她的车始终没有非常快速的向前推 好 在通过S1之后 绿队又把优势拉开了一些 现在进入到我们的连续转弯区 好绿队还是跑得非常快 可能后面追赶的脚步也是对她造成了一些压力啊 现在来到了我们的双波浪道区 好绿队也是非常顺利的通过 进入到我们的四个连续的S1转弯区 好来到最后一个双波浪道 两根差距并不是特别的大啊 最后一条直线 如果没有发生意外 绿队就是顺利冲线 哇冲刺的速度非常的快啊 绿队这次再次的拿下一分啊 嗯在障碍赛应该前两轮取得了2比0的领先优势 是的没错 那么确实我们也看出来了啊 在这个不同的赛制下呀呀 这个选手表现出来的状态确实是不太一样啊 今天孩子的表现怎么样 嗯还行 小朋友他比较喜欢那个障碍赛 哦他喜欢这个 他比较喜欢经济这方面的相对 带点技巧的 对对对对 所以刚才我们看他在过波浪道的时候 他是知道屁股要离开这个坐垫的 是啊 然后他会跟着那个波浪道这样子 有一个运绿的运动 有个浪的那个动作 非常棒 还不错 很开心啊 障碍赛第二轮比赛结束 绿队再接再厉 获得2比0的领先优势 为翻评总比分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轮的障碍赛即将开战 这次我们派出这位小朋友很有个性啊 他是田哥是吧 田哥 比赛马上开始了 有没有信心 有 有没有 好看你的表现了啊 很有自信心的一位小朋友 嗯 这也是你选择他的原因吗 是啊 因为对于他来说 他是一个你也看他性格比较开放 对 所以他遇到困难也是不够怕的 那种小朋友 特别棒啊 我特别喜欢这样的小朋友 对 来这边我们派出的是 谢林肖 为什么要选择他 因为谢林肖呢 是我们队伍的最大的一个哥哥 哦 对 所以说我想要派出我们最大的一个小朋友来 来一个完美的收官 对 好 我们来看看两位小朋友表现怎么样 听我的口令 请上出发台 出发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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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是在准备第三轮的比赛 我们也期待第三轮有更加精彩的表现 让我们一起期待 好 我们第三轮的障碍赛已经出发 好 20号的小朋友还是非常快的进入到了我们的轮胎区 看他的大长腿还是非常的有优势的 加油加油 没问题 顺利的拿到了自己的车 启动速度也是很快 现在拉开了三个车位的距离 20号加油 那我的速度非常的快 9号也不要放弃啊 继续加油追 看来几随其后啊 9号也是没有继续扩大差距 没问题都是非常顺利的通过了我们追头 哇这个9号出弯的时候啊 稍微有点大呀 那么这样子会减慢速度 是我们20号还是采用了弯道大进小出的一个技术 没问题 我们看他弯道进入弯道的时候都会往外甩一下 是 所以这样也是让他更好的能够选择弯道的入弯位置 没错 现在进入到我们的双波浪道区 绿洞 采用的是加速过的方式 速度还是非常的快的 哇我们看9号也是没有放弃 四个连续的S转弯也是非常顺利 加油加油加油 没问题 顺利的到达了我们最后一个直到 冲刺非常地快啊 用尽全力的冲刺 恭喜绿队 我们也为红队的小朋友加油呢 绿队应该是在这个三轮的障碍赛里面全权发力啊 是 取得了一个三分全胜的一个大的比分 所以也是在我们障碍赛 绿队也是扳回了一场 9号我刚才知道这是一个三岁三个月的小朋友 对 那是不是今天全场最小的 对 那他表现很棒啊 紧紧地追在小哥哥的后面 对对对 很棒很棒 他有点心 对对对 因为我看到他就是一直纯粹不舍 就是这种进气的精神是让我特别感动的 我就是这个运动除了让他就是强身健体 还有就是希望他有这个进气的精神 希望孩子们在最后呢即使遇到了挫折 咱们都不会放弃永不言气 这个的话我觉得对他人事呢 都是一身的一个帮助 障碍赛的三轮比赛已经全部都结束了 比分情况是绿队比红队3比0 所以在这一轮的障碍赛中 绿队返回了一级 目前两组的大比分是1比1平 第二轮障碍赛已经结束了 10号小朋友曹奕晨因为比赛表现不太理想 见到妈妈的时候委屈的哭了起来 妈妈给予了孩子满满的鼓励和教导 接下来是团体接力赛 家长们正在为即将参加接力赛的小朋友们加油鼓劲 让孩子们坚持不要放弃 来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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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 继续 感觉怎么样 那等一下接下来的接力赛 我们再接接力好不好 好不好 接着打 下个摇 来 三 一 二 三 疼不疼 有点疼哦 那待会要勇敢一点 然后激劲一点就不知道 好不好 加油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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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好 前两关的表现 有没有征服各位的双眼呢 如果说前两关是我们小棋手 个人能力的展现 最后一个环节 绝对是考验 他们的团队合作能力 是的 每一次的团体接力赛 都是最好看 现场的气氛 也是最热烈的 那一会儿呢 我会坐在家长席 那家长每到这个环节的时候 哇 简直燃爆全场 好期待 我在这个出发点 能够清晰地听到家长在那里 加油 加油 休息 休息 嗓子绝对是喊破的状态 是的 小朋友们要加油了 赶紧进入我们今天的 最后一个环节 那就是团体接力赛 团体接力赛比赛规则 红队和绿队各派出 七名小棋手进行比赛 小棋手到达接力区后 必须放下平行车 跨越轮胎障碍 接过下一棒小棋手 手中的接力棒后 下一棒方可出发 最先完成比赛的队伍 获得本轮比赛的胜利 小棋手们加油吧 马上要进行的 就是最后一轮的 团体接力赛了 按以往的经验 这一场比赛将会是 气氛最热烈最燃的 小朋友们那就别说了 咱们成都的家长 要拿出火辣辣的热情 来给小朋友们加油 加油 好 我们现在马上进入最后一项比赛 团体接力赛 我们也看到所有的小朋友 已经是来到了接力区 好 出发法 顺利打开 好 我们看十块选手 冲击得非常地快 因为占取内道的优势 所以他直线加速 非常地好 加油 加油 我们看十二小选手 也是紧随其后 并没有放弃任何的机会 我们看第二位小选手 应该身体和我们的张爱彤 有一些接触 也会影响他的速度 但是他还是在 尽全力地在追 绿队的小朋友 能不能保住他的优势 我们还不确定 两个人没有拉开的 很大的差 对 现在应该也就是 三个车位的距离 胜负还很难分 但是十五号的小选手 观众朋友从电视画面 应该看到了 他的踏灯非常果断 没错 以及非常流畅 这个也是我们说的 踏灯节奏的高效性 是的 速度非常地快 我们看十号也是 紧随其路 还是追着非常地紧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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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本 马上要完成 我们第一棒和第二棒的交接 我们此次这个接力赛 这个节目组 也是非常非常地有心 接力棒给我们设置成了 我们熊猫的小竹子的接力棒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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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号加油 交接棒的时候 红队出现了一些小小的问题 所以这个速度上 稍微慢了一点点 但是没有关系 我们看到现在 红队小选手也是 非常地努力在往前追 我们还是要重点 关注一下22号的小朋友 我们看到他转弯的 这个摩托西压得非常低 非常漂亮 所以这样他的转弯速度 就不会因为转弯 而丧失很多 没错 我们也看到他全身都在用力 绿队也是在第一轮竞速赛 失利之后 在整个的障碍赛和这个接力赛 里面表现得非常抢眼 没错 两棒过后 应该也是拉开了 两个直道的优势 我们看到这个22号 确实是从速度和进弯的 这个角度都掌握得非常地好 好 顺利到达了接力区 看看能不能顺利地 从小朋友拿过接力棒 传递他的力量 没有问题 接力非常地成功 那也是顺利地出发 看红队也是加快速度 我们看红队应该在接力区 又发生了一次摔车 加油 加油 这样前三棒来看 红队的最后一棒 也是他们的最强棒 三号的压力 应该是非常非常大了 能否实现反超 应该就要看他这一棒 最后的表现 以及还有 因为还有几棒 可能绿队也会有一些意外发生 是的 这个东西是很难预测的 所以我们也是静观其变 加油 加油 红队也是稳扎稳打 尽量不要附近失误 这个东西最重要的 因为一旦失误 就会丧失到更多的优势和时间 没错 我们看到红队 其实还是稍微地找回了一些距离 我们相信红队的最后几棒 一定要拼尽全力了 因为现在大概应该有 30米左右的差距了 好的 绿队又是完成了一棒 马上进入第四棒 交接也是非常的顺利 好 我们的绿队的第四棒 21号的小朋友 张欣怡 小明的酒妹啊 也非常的帅 入完非常流畅 没有问题 哇 我们看红队的四号也是 拼尽了全力 再往前追赶 哦 弯倒压得非常低 是的 而且这个追赶的速度 非常的快啊 已经是缩小了距离 我们相信啊 这一棒一定会追回非常多 现在应该只有一个直到的优势 真的是非常激烈的一场比赛 是的 哇 我们看红队已经是追上来了 绿队压弯的这个角度啊 还是稍微的大了一点点 你看四号应该也是他们的强棒 王胜玉 加油 加油 还有不到一个直到的差距 哇 追赶的速度非常的快 这一棒完成了反超 哇 两个人基本上是同时的进入到了交接区 好 进入到我们的接力区 接力还是非常的顺利啊 红队是出现了反超啊 绿队加油 我们红队连续的两个强棒之后啊 领先优势还是确立的非常多 不仅完成了反超 应该也是拉开了整个的一个优势 哇 这样子的一个反超结果 真的是让人非常的意外啊 但是我自己已经被小朋友们的热情点燃了 我们听到观众席的家长 也是非常非常的激动和热情 是 好 我们看现在红队的优势逐渐的在扩大 速度非常的快啊 我们看到绿队的14号小选手呢也是 还是稳扎稳打 并不要出现任何的不必要的失误 我们看两队的教练应该在棒次排棒上 也是花了非常大的功夫啊 是的 没错 连队可能在一开始放出了他们的强棒 下立了比较大的领先优势 但是红队呢连续放了两棒的强棒 第三棒也是非常的快 现在已经反超过来 将领先优势扩大的非常非常多 好 我们看这个红队的7号小选手也是非常的努力 是 边骑边笑啊 这个也是非常有自信的一个表现 7号是我们的可可小朋友 我们看绿队的18号也是赶紧的追赶啊 步频非常的快 我们看他的向后踏蹬腿啊 还是非常的舒展 是的 红队还是非常的努力在往前冲 但是7号的频率还是非常的快 非常的快 你看红队现在领先优势逐渐的又在扩大啊 没问题 已经顺利的到达了我们马上就要抵达了接力区 哇 这个非常的顺畅的一个下车动作 一个飞车的啊 一个飞车就完成了一个接力 3号应该也是非常快啊 他们的最后一棒 也是这一组的最强棒啊 贝拉 我们的贝拉小朋友加油 转弯非常漂亮啊 因为切弯的角度还是非常重要 我们看他应该用了最短的一个距离过弯 连续的转弯换转也是非常的漂亮 是的 没错啊 世界级的比赛果然对孩子的训练是非常的有帮助啊 这样的一个差距基本上是毫无悬念 加油 加油 19号 他也是非常开心 但是也非常努力啊 我们看到他的小表情已经是把身体 好像所有的能量都是用到了自己的腿上 是的 那么他也是赛场上年纪最小的一位选手啊 加油 快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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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问题 没问题 3号的贝拉势力都不够了重点 速度非常的快 也是快地完成了比赛 但是我们也要继续为19号小朋友鼓励 加油 加油 我们的八金小朋友啊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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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快啊 还在追 这个就是感动我们的地方 这个也是我们真的体育精神存在的一种方式 是的 小朋友 小朋友用他小小的身躯展现了一个大大的能量 不错 虽然赛场上现在还只有他一个人在继续战斗 但是为了团队他依然没有放弃 是的 这个就真的是完美地体现了体育的精神 加油 加油 最后一个直到冲刺 顺利地通过了终点 好 真的是一场跌宕起伏的接力赛 没错 是 在前段绿队非常非常大的领先优势 在三个连续的红队强棒连续的出现之后 进行了第一次反超 是的 没错 以及迅速地拉开了自己的优势 最后来到他们的最强棒的三号 贝拉小朋友 也是将巨大的领先优势保持到了最后 回想整个赛程呢 大家一定对其中的一幕印象最深刻 那就是红队的四号反超了绿队 哇 一下子就扭转了整个情况 所以在这里特别想问一问四号的妈妈 当时看见孩子反超上去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心情 很激动 因为确实平时在比赛中的时候 她很少去追前面的小朋友 是她一直以来的一个毛病 然后今天能够去追前面小朋友 还是很感动的 今天我们看到孩子们 他们的水平各有不同 速度各有快慢 但是今天把他们聚在一起 来了一场同场竞技 不管是对水平高的孩子 还是对水平相对低线的孩子来说 都是一次别样的体验 也对他们都是一次完全不一样的考验 团体接力赛已经结束了 这真是一场 哎呀 看得让人热血沸腾的比赛 那比赛结束之后呢 红队在团体接力赛当中获胜了 所以本场的冠军也就是 红队 祝贺 经过三轮激烈的比拼 红队最终以2比1的比分 余德总冠军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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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小伙伴 现在都已经戴上了 象征着荣誉的金牌和银牌 是的 然后我们最后一关的团体接力赛呢 看的是热血沸腾 家长席那边的声音啊 在很远很远的地方 听的是一清二楚 是的 家长们都已经燃烧起来了 尤其是4号的反超 哇 简直了 当时整个家长席都沸腾了 你知道除了我们的家长席 除了我们的小拳手 在我们的赛道周围呢 有很多的大朋友小朋友 在观看小朋友比赛 整个场地啊 整个时髦广场 都被他们燃起来了 是的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要把这个象征着荣誉的 冠军奖杯 颁发给我们的红队 祝贺红队 来 一起摸一下 举起来 祝贺 祝贺红队 我们在祝贺红队获得冠军的同学呢 同样也要把这个赞美声 送给我们绿队的小朋友 表现都非常的棒 是的 一直都没有放弃 一直都在坚持 一直都在赶超 在这里也要感谢红队和绿队 两对小朋友 给我们带来了一场这么精彩的比赛 谢谢你们 那这黑机前 亲爱的小伙伴们 你们想不想像他们一样 在我们英雄初少年的赛道上 展示你们的风采呢 请大家关注央视少儿微信公众号 报名参加 这样呢就有机会在节目当中 看到自己亮丽的身影了 是的 没准下次 我们就会到你的家门口哦 本期节目就是这样 感谢各位的收看 让我们一起喊出口号 那就是挑战无极限 英雄初少年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